是家庭成就了梅西 还是球王促进了家庭 梅西在采访中表示 获得世界杯冠军 对她的家庭来说 意味着所有的痛苦 终于都能结束了 在加冕球王的路上 梅西和她的家庭都承受了太多 这也促进了梅西与她的家人 完成了相互成就 21年金九奖的颁奖典礼上 主办方在合影时 要求梅西的妻子安东莉拉离开 而按钮刚移动了一步 梅西就伸出右手 适宜妻子回来 坚持要一家五口 完成合影 梅西明白 自己的每一点成就 都与家人的付出 密不可分 世界杯决赛前夜 山东内拉 一如每晚的睡前陪伴和聊天 让梅西即使在大阵前 也能享受安静的夜晚 保持放松的心态 睡个安稳觉 这个最懂梅西的人 看到巴黎巧蜜 因为战绩不佳 向梅西狂虚和辱骂 也只能在看台上 强忍着泪水 红的眼眶 她不懂为什么梅西 无论怎么努力 都会受到批评 但她知道 自己和孩子们 将会永远陪伴梅西 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极端的球迷 会烧毁梅西的球衣 会推倒她的雕像 会用八杂高层 更加恶毒的言语 来攻击她 而梅西的家人 不会选择回击辱骂 不会刻意哭诉 他们的遭遇 只是一边默默承受着 一边将自己是幸福的 是坚强的一面 展现给了梅西 所以比赛后的梅西 看着家人 倾注的视频 傻笑半分钟 这位黄金矿工 即使已经35岁 但眼神 依然如此的清澈